Hello 大家好 我是桑普 又到晚上跟大家见面 现在又跟大家做桑普论证 希望大家支持桑普频道 comment like share subscribe YouTube Patreon 看光告 利用Superfans Function 赞助火的本人 我们今天讲的题目 当然是跟香港的时事有关 昨天讲了一些中国的时事 希望大家不要瞒到大家 香港的时事 很多我们在看节目的人 其实都是留在香港的人 当然香港很惨 武器沉沉 不开心 但我们都要睁大眼睛做人 都要深呼吸 见智喝水 见累就休息 我不需要大家 每日都要抗争抗争再抗争 行有余力的 不合作 不作恶 做日常生活的抵抗 每日好好生活 好好赚钱 就算你不出声 不要说那么多东西 我觉得这个我不会觉得 这是任何的问题 你深深念念的真善美 信望爱 这个重要 面对下面这些新闻 你有自己的判断 不需要说出来 只要听桑普频道 那够了 希望大家 多些利用这个频道 希望大家 尽力地去帮助这些朋友的发展 所有资料是保密的 我知道这段时间 包括我在内 很多的评论人 这几个星期 都出现一些叫做 离开了YouTube 离开了Patreon 这个风潮 小小的风潮 我希望大家 就知道 是保密的 如果大家 会有疑慮的话 希望你YouTube 用一个 Coded name 自己看一看 看你YouTube 很多的channel 都告诉你 如何申请一个 Ad 一个方式 可以有Coded 的名字 避免显示你的真名 也希望你们 将你们的一些地方 设定在香港以外的地方 避免了任何困扰 就算不是 其实相对保密的 很多人就说 怕疑慮的 那你就看 而不要去留言 但行有余力的 尤其海外各位 在美国 加拿大 澳洲 英国 台灣各位 希望大家多多 comment like share 给其他人看 不要直接看 要share在不同的group 不同的line whatsapp 或者其他的signal group 希望跟大家广传 希望大家多多帮忙 也希望大家多多利用patreon patreon 絕對保密 要怕課金 在YouTube上 可以利用patreon的功能 可以每月定额 可以付费 去支持 多谢各位 今天我去到台中 看到很多在台港人 也有陆委会 举办的一个讲座 大家发言相当踊跃 已有美进 时间闯撤 希望大家知道 官员他有这个诚意 想和大家见面 我不是任何官员服务 不是任何部门服务 我只为两样服务 在台值得帮的港人 勤肯认真 想为台湾打拼的港人 第二 台湾 是为这个国家服务 不是为这个政府服务 OK 政府会变 政权会变 什么都会变 但我们是希望利用这件事 帮到大家 有很多东西我不可能 在这个节目说 如何帮助 这个是多余 也都不想宁共 愿荣光 关于应该要得到 荣誉的一些政府的部门 但我希望他们做的事 能够使大家满意 也希望大家 能够在一个 安居乐业的情况之下 在台湾生活 最近半年 情况又很转 希望这个情况有所持续 大家都要把握好机会 去做应该要做的事 有些明明是曲的 不要扭成直的 直的不要扭成曲的 明明是不行的 不符合一个硬性的标准的 你不要支持着情权 有些是摆明是一个 有着情权的空间 政府收得很紧 我们可以要求它 定立更明确的规则 但有些摆明 规则就是这样写的 我想这些情况 希望大家要明白 很难有一个 所谓的额外的着情权 因为规则是公平 适用于任何人事的 只要大家有诚意 付出时间去做事的话 一定会水到渠成 希望大家都要明白 这是一个错冲 也希望大家不要被很多 流言飞语干扰 我相信你只要肯付出时间 真心 而且诚狠 诚实地做事 就可以了 千万不要 亂做一大堆无谓的东西 不开店 不搞批发 把家企的次子去卖 有个人把家企的次子去卖 他不是做批发 卖给旁边的人 收一百元 开张发票 当是生意 这些什么是投资移民 我会觉得这样的情况 就是很搞衰整个局面 大家要明白这件事 或者参股到一家公司 不知道公司做什么 只要扔六百万 很小心这些事 就不要被人中招 好了 废话少说 讲新闻 陈国基政务司司长 你知道他出席 海南的博鳌亚洲论行 被问到外商是不是 有向他 反映 对23条的忧虑 喂 外商有外国势力 他跟你反映忧虑 你不是有一个勾结境外势力的可能性 他向你反眠忧虑的时候 他本身又是否中了 煽动对特区政府的仇恨呢 陈文毅说 建设性的批评是没问题 23条就立了 如果他说 我不能守你 你说什么间谍罪 说什么间谍罪 然后呢 陈国基就说 那你真是间谍 你才说要投诉间谍罪 是要刺探国家秘密才要批评国家秘密条款 拉你 blacklist你 谁敢跟你说啊 大佬 说都浪费了 你的法律已经立了 7日44个钟 181个条文 40个修正案 12日由刊详到通过 12日时间 谁有时间跟你搞那么多事啊 你出直播奥乱态的时候 23条已经通过了 恶法已经出了牢了 说来得屁的 他跟你说 你就勾结外国势力 他不跟你说 是因为明治保身 不想做煽动意图罪 不想做刺探国家秘密 或者叫做间谍罪 不想做境外干预罪 他跟你说 就是境外干预咯 谁敢跟你说 谁敢跟你说啊 陈国基 猛炳 他说 跟他们谈谈的时候 没有一个政府代表 没有一个商界代表 跟我提出对23条立法的忧虑 是啊 北韩金正恩 金宇正健 外面的人的时候 都没有人跟他说过 主体思想 对主体思想的忧虑 那些人想跟中国捧他 捧他大脚 捧他大票 连他脚趾夹里面那粒污垢 他想捧吞下肚子 这帮外商 华尔加集团 深层政府 他们要找他们来 和大家说 要对23条立法的忧虑 这个原目求余 你问那帮 基辛格的契弟 民主党的契弟 左派的契弟 华尔加集团契弟 植谷集团的契弟 深层政府的契弟 无论你认为存在与存不存在 你觉得好 这帮这样的契弟 个个扔了习近平的大脚 捧他大脚 托他大脚 他会和你反映23条忧虑 再反映拉你 境外干预罪 域外观 长臂观 全部都拉你 就行了 陈国基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他终于海南建记者 总结博无亚洲论坛行程 并问到论坛期间 是不是有听到 外商到23条移民或忧虑 他说 是政府和商界代表沟通的时候 未有人提出23条 他说 其实很容易理解 因为做商界 我认为最重要是一个安全 智商的环境 平稳的社会环境 他要的当然是 但是你给不到他 他不需要跟你沟通 走 我再说一次 资本市场 以前334 中资 港资 外资 外资的4 4成 走剩5% 在4成里 走剩5% 都没有 那是single day trading 你自己看数据 全部有 不是我在信口痴黄 他说 不会 认为天天气油弹示威 日日冲击 做对生意是有好的环境 但是2019年的情况下 香港真的生意差了吗 外商真的撤出了吗 真正撤出是国安法之后 和23条更加不会回来 你搞了中国版本的反间谍法 变成间谍罪 和所谓的 保守国家秘密法的香港版 变成所谓的 刺探国家秘密等犯罪 全部域外效力 全世界跨国执法 所谓这样 域外长臂管核 这些这样的想法 大家不用来 攬炒 不玩 不跟你说完 拜拜 或者早已经拜拜 所以我就说 把黑的讲成白的 白的讲成黑 就是这群港共政权的看家本领 第二个公开声讨的邓PK 保安局局长邓PK 就在昨天去信纽约时报 对纽约时报 其实这个左交报导 很多共调在里面的 他这份报典 报导看得一篇文章叫做 香港人现实只能低声谈论自由的文章 其实我就很不同意这个纽约时报的文章 香港人现在根本连低声谈论自由的自由都没有 不是声音低的问题 是只能够在自己和可信的环境之下去谈论 不是声线高与低的问题 OK 所以我就说 我同情地理解他的意思 但是我就说 我连低声谈论自由的情况都没有 你信不信你自己 香港人 你去大家 很低声说 我有DLLM 习近平的自由 我就说 习近平DLLM 好声 习近平DLLM 你觉得有这样的自由吗 当然没有了 是不是 表示强烈不满和谴责 这个就是邓PK的强烈不满和谴责 文章作者黄重电向光传媒表示 港府没有智力保护人权并废除两项严谷的国家安全法律 而是揭力去对抗相关法律的批评 甚至威吓那些在海外的评论者 摆明是叫做 长臂动吓 做跨境的威吓 在纽约时报刊登的评论文章 是由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 亚洲区副主任王重年赞写 文章开手提出疑问 他说那些《苹果日报》应该如何处理呢? 他引述跟朋友的对话当中 对方压低声线问他 应该把他们扔掉还是寄给你呢? 而这种低声下气在23条流发后经常出现 文章表示23条流发是2020年国安法实施后 对香港自由的第二次严重打击 香港人曾经诚心相信北京承诺的50年不变 其实我从来没有诚心相信过 不好意思 但现在已经不再相信这些是泛民的 很多香港人都有这样的说法 港人现时只能将书籍、录影、录像片段、文件处理 而作者更加在文章中说自己曾经开玩笑 从来不需要看《市女的故事》 The Handmaid's Tale 或饥饿游戏 The Hunger Games 作为在香港和中国工作多年的人 知道一边怀念曾经享有的自由生活 同时享有日益增加的 压制、镇压是什么感觉? 文章指出 《国安法及23条立法》使用的语言广泛且模糊 目的是将公民自由置于死地 将保护人民自由的机构变成镇压的武器 Broad, vague and blunt instruments intended to critically wound civil liberties and transform institutions that protected people's freedoms into tools of repression 作者透露一名港人 告诉他 很多人对自由的突然消失 早已私空见惯 对这个城市和代表的意义被摧毁 只会冷眼旁观 这个真的很惨 但也有一些经历多年磨练而坚强起来的人 仍然有希望和反抗 我觉得我不要求大家反抗 我希望大家有希望 OK? 文章最后指出中国政府想世界忘记香港 忘记北京违背承诺 但香港人不会忘记 但BK就在昨天去信《抖药时报》 譴责这篇文章 表示维护国家安全条例 即23年立法中 有关管有煽动海脈的罪行 明确指出 只有当一个人没有合理辩解之下 管有据煽动海脈才有机会触犯法例 但谁判定你是否合理呢? 当然 法官会判定 国家安全指令法官 警察、律政司会判定 你是否合理辩解 看看你对于党国的安全是否合理 所谓这件事是因人而议 即是我现在认为 我有一份《苹果日报》 那当然没有合理辩解 但不是 李家超的儿子有一份《苹果日报》 那当然有合理辩解 因人而议 而有关海脈是否具备煽动意图 就要考虑诸多因素 不可能在一个人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定罪 是的,你一定知情 知情就是知情 他更强调 这条例针对求去国家安全行为 准确界定犯罪要一元素 一般来港旅客 不会作出相关活动 因此不会在无意间触犯法例 这是邓PK说的 你连法例说不清 什么是境外干预 什么是 发布虚假或误导信息 妄固国家安全 什么是 采取不当手段 去做出干预特区的行为 什么是国家秘密 本身就是秘密 什么是间谍 什么是靠近 在军事基地 理工大学算不算靠近尖沙咀军营 什么是靠近 城市大学 梁美芬的头 是不是近九龙塘军营 你那些什么在八乡那些 是不是靠近石康军营 什么是近 多近才算近 没有标准 是不是 什么是煽动意图 什么是煽动开物 什么是合理辩解 全部是任他说的 如果你认为这些事情 都不是问题的 那我也不知道 什么才是问题 是不是 这些这样的事情 正正就是说 今时今日一个法西斯主义 正是港临香港 哇你就是 哇你许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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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后讲一些例子给大家听 最近今天有个例子 哎 所以说 他说强烈敦促 NY 这个 New York Times NYT 就是 确保 有关香港的报道 公平公正 停止危言耸听 没有危言耸听 你不断说你危言耸听 你又对我们 强烈谴责坚决反 你说了十万次 你口都不臭的 但是 你说一万次 我们危言耸听 都没用 我们危言耸听 是意正似嫌 跟你说的东西 你又不听 听的又听人不明白 明又不去改 改又改错 对不对 所有的东西 完全都是耍我们 针对邓炳强的谴责 intimidating critics even those based abroad 对于港府声称 如果没有煽动意图 或不知情 就不用担心触犯法律 他说是否知情 就完全取决于政府 whatever the government says they are 相信每个香港人 对此都会感到极度安心 就是这件事政府的说法 文章就是 香港人现时只能低声谈论自由 Hongongers now only whis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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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out freedom 标题已经现在改为 香港人正在清除失去自由的证据 我喜欢这个改了标题 Hongongers are purging the evidence of their lost freedom Purging the evidence Purging就是 Purge就是叫做清洗 清洗 The evidence of their lost freedom 这个就是更惨 更惨过你没有自由 还要将你没有自由的证据 将它完全摧毁 另外港府也是昨天发布 新闻稿强烈牵责 国际律师协会核下的人权研究所 对23条作传抹黑和毫无事实根据的批评 和企图令国际社会 因为他们有可能为危客階級 国安或妨碍警方调查 阻碍司法程序 条款令人群最一步受压 而条例中模糊操持的条款 可能会对香港法律界产生寒蟬效应 律师因为担心会被针对 将会被阻止代表国安案的客户 我希望大家要搞清楚这件事 这是基本的原则 但是现在 似乎香港政府被要求 甚至他们可能自作主张 去做战狼外交 第一个就是针对 刚刚《纽约时报》文章 Human Rights Watch 他们本身做出的 重要Human Rights Watch的 这个亚洲区的副主任 王重年的文章 接着就是针对国际律师协会 核下的人权研究所 明明是搞战狼外交 不择手段 不惜代价 那么 声明中又提到 条例中禁止拘捕人士 在48小时内 咨询任何律师 香港律政司辨称一些律师 并非真诚提供法律服务 可能借机撕毁证据或者通知共谋 然而声明指 律师的行为守则会阻止这些事 你用一些这样的方式 禁止他见律师 先避免律师作弊 去灭证 去串弓 这个就对了 如果这么说 为什么其他案件 都有可能毁灭证据 或者串谋作弓 为什么 那些案件 就不可以在48小时内禁止 资讯特定律师呢 那你又不会告那些律师 你又不够告那些律师 你又不够告那些律师 告我 你没有这样做法 所以我就是说这些东西 完全是没有逻辑的 研究所示出 这两个条款明显违反基本法 赋予香港居民保密的法律建议和法庭审讯 以及律师的选择权 就是right to counsel 你可以选择 国际层面上违反联合国规 关于律师角色的基本原则 就是保护律师免受骚扰 恐吓或者任意干扰他的职责 并维护律师和客户之间的通讯保密 就是client attorney privilege 23条更加对法律界的独立性 施加重大压力 进一步损害自由公正 履行专业职责的能力 声明强调23条大幅加剧对香港人的打压 以维护国家安全之名 限制港人享有的权利和自由 条例中很多被认为犯罪行为违反基本人权 例如言论自由和平集会和公平审讯权 right to fair trial 研究所指出条例所指控的罪行 定义广泛和模糊 定义任何形式的意见 都有可能遭受任意和具政治动机的检控 进一步增加香港社会的自我审查 self censorship 研究所继续说 条例中的域外干预更令人担忧 extraterritorial intervention 又可能被濫用为跨境镇压 即transnational repression的工具 并指出整个立法和香港的国际业务相矛盾 人权研究所共同主席 前瑞典律师协会的秘书长 Ann Ramburg Dr. Yuke指出 条款的模糊定义成为日益专制政府的新工具 另一位共同主席Mark Stevens表示 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加强了执法机关的权威 加强镇压的程度 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 条例上的预护国家安全的维护外效力 完全符合国际法原则 你收皮吧你 国际惯例和各国通常的做法 你浪费 你真浪费 我只说一句 澳门有没有这样做 中国有没有这样做 中国的 什么 保护国家秘密的犯罪有没有域外效力呢 中国的间谍犯罪有没有域外效力呢 你回答这些问题 我不信 我不跟你说英美那些 浪费 人家保护民主主席 让你没得计 说什么符合国际法原则 国际惯例 各国通常做法 澳门有没有 喂 喂 你不要跟我在这里浪费 浪费 香港人就是说一个人 去到深圳里 骂李家超 三年 深圳人是深圳李家超 不会违反23条 讲完 香港是连深圳人的人权都不如 是吧 并与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一致 我就问你 怎样跟深圳一致 什么事啊 发言有人有强调限制被拘留人士 咨询律师的条文 即是暂缓被捕人士 咨询法律代表的权利 并不会影响他们 依法得到秘密法律咨询 和选择法律代表的权利 浪费 他们根本上是没有办法找到一些真正支持 一些手足的律师 OK 所谓得到秘密法律咨询 和选择法律代表的权利 你就找谭慧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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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浪费 所以我说 他们最后 你还信港共 你还觉得香港有云险 多余 啊 立刻有人不信 謝偉俊 建制派议员 亲共乃共派议员 昨天 27日 刺行了Facebook专页下架 他说 担心早前 小红书治港言论被人有心人 上纲上线 恶意举报 因此暂时下架 审视并删除敏感内容之后 就会再开专业了 其实哪个下架呢 可能他已经交给西环 西环契仔 是吧 西环帮你审视 OK 延明正身 清裁读素 让你再做 接着用西环代表謝偉俊 帮你管理Facebook专页 都得 得了 今天自由亚洲电台记者 都向多名被外界视为较敢言的 这个献世派议员咨询 23条实施之后 会不会收集批评政府的言论赤道 他们都不接受访问 浪漫 是吧 他不会说话 陈国基就说 没有人反对 是吧 赞诚他主属 反对他主属 死赞诚 死反对 通过 被问到西环契仔 謝偉俊在建制派议员中 因为被视为较不听话 言论经常跟香港政府唱反调 最新有两个月前 才有两次在会上质疑是否有小红书自讲 今次23条生下 不但引来外国企业和市民的恐慌 有份投赞成票 当了15年议员的謝偉俊 也担心他曾经的言论搭红线 是吧 秋后选择 你不用删除 共产党警方国安委 有失你所有final 删除都没用的 你删除的话 他照了cap给你的 对不对 苹果日报的没完 他就照了cap 所有苹果日报的东西 对不对 所以昨天自行 在Facebook专业下界是多什么 不如 他在昨天信报的余感言专栏 就说 忧虑过往发表有关小红书言论的 小红书自讲言论的帖文 会被人借题发挥 例如先或族群矛盾等等 与其被人厌私感染 不如甚至被恶意举报 不如先自行关闭 待检视过所有条文、帖文 并删除敏感论容之后再重开 那谢伟俊不回答任何问题了 其实会稍为批评政府的不单有谢伟俊 还有本月政府斥支5000万 邀请日本艺术公司的中环放置光链的装置 亲共派议员江玉宽在Facebook也说 光链装弹的装置为何又要免费? 江玉宽接受信报访问时 表示有关言论无需控方 自己有份审议23条立法 你已经对条文有信心的 不好意思 很多有份审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人 都被拘捕了 你问一下 什么张东孙 有兴趣可以查这些名字 你有份审议特别 江玉宽 不要这么幼稚 too simple sometimes naive always naive 只要是基于事实的描述 评论就没问题 本台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访问过他 透过助手或近日来说 未能受访受报协 免得说这么多 接着就说 自由亚洲电台写到乱七八糟了 这一句我真是圈起来要骂的 谁写过这一篇 他说本台记者自由亚洲电台也邀请较积极批评政府施政的张恩宇 我这个我不乖你 这句话呢 我真是骂你 我不想说粗口 你自己立刻删掉 与唯一的民主派代表敌志远访问 我再说一次 与唯一的民主派代表敌志远访问 你RFA的记者是吃屎的 与唯一的民主派代表敌志远访问 不不不不 相报你别生气 我写过他 非建制派 你更加是吃屎的 你再说一次非建制派 你再说一次 八十九比零不是他投票 因为缺了个压 八十九全部都支持二十三条 支持二十三条 还叫非建制派 什么唯一的民主派代表敌志远 那你也写得出来 查详二十三条实施 告诉你 你真是流言流暴这个贴文 指释这个基本的 factually wrong totally misleading 是吧 查详二十三条实施之后 批评政府时 会不会更加慎言 我不管你 我懂不懂得来 wrong is wrong OK 我不讲人情的 OK 我只是讲道理 我爸爸写我这么讲的 OK 查详二十三条实施后 批评政府时 会不会更加慎言 对方都没有回复 当然没有回复 这些江玉宽 张恩宇 迪志远 收皮 走狗 狗头都不如 即是 只是乃屎虫来的 这些是 有什么意思 问他们真的 所以我们觉得 不要当死骂 当活马医 用以前做香港新闻的方式 来做现在香港新闻 没有 你用中国新闻思维 来做香港新闻 差不多 我这个是善意提醒 另外 著名艺术博览会 香港巴塞尔 艺术展 阿巴塞尔 在前日 星期二 在香港会展 揭幕 在传媒预展中 有艺术评论家 担心 二十三年来 可能会阻碍 香港艺术市场的 創造力和自由 今年的展览 一个来自四十个国家地区 和二百四十个画龙参加 虽然 主办单位 香港巴塞尔艺术展的总监 Andrew Sian Li 表示 并未遇到任何审查问题 但来自 纽西兰和澳洲的Fox Jensen 瓦隆的创办人 Andrew Jensen 担心 香港的维护国家安全法律 会可能产生负面影响 他表示 我们生活是一个充满争议的时代 不仅在这里 而且是世界各地 为艺术文化表达的倡导者 这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事 国际艺术评论协会成员 Eric Ware表示 新法律将会限制传统艺术的发展 他说这是一个艺术市场 从某种意义来说 是与政府连结的 如果某种表达自由被阻止 他认为如果我们是这样说的话 一些想要这样做的艺术家 可能真的必须在香港现外的地方 才能做到事 香港政府一直宣称 新的国家法律 不会选择香港的自由 特首李嘉超表示 政府计划向各项艺术活动 注入5亿5千万美金 5亿5千万美金 但事实上 新的维会国安全法 引起外国的西方民主阵营的猛烈 平击 这个当然是事实 所以真正的自由已经玩完了 你以为开几个積木架 这些雕塑就没事了吗 你弄一些波浪 你就说你这些什么呢 鱼水 你弄一些东西有刺的话 就意思说 讽刺警暴 你弄一些毛泽东的毛粒在飞下飞 哦 反毛 你说一个人在看书 你讽刺人学习 小学鸡 说你讽刺就是讽刺 所以我就说 不要装着糊涂 其实心里面明白 大家知道你们抓傻 不要大家都知道 香港发生了什么事 所以希望大家继续关注香港的新闻 知道我们低传未算低 而政府的情况 现在全力向外面做战狼 甚至下一波 真的要针对一班 所谓海外的潜逃者 去做一些新的动作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要明白 香港没有最黑暗 只有更黑暗 但我们记住 温存希望 守护我们的良知 更加要坚持信念 不作恶 不合作 也都不会同流合污 这个是我们基本的原则 下次就跟大家见面